嗯是的 主啊是的哦 祝福我们的青少年父母 儿童父母 哎 慢主啊哦 你把儿童和青少年交托给我们这些父母的 主啊叫我们实在是啊 学会忠信精明 哦把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 不只是啊 靠一做一次的主主聚会啊 主啊 更是在我们的家中 在生活里面就能够带头操练 哦主啊 实在是向我们说话 Amen 是的 对是主啊是主啊 主啊 记得这样的活力操练 主啊 真是帮助我们所建立健康的家庭属灵生活 主啊 自己和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属灵益处 主啊 真是来鼓励我们得着我们 主啊 真是也记得操练推动这个社区的福音工作 主啊 吸引社区的家庭 主啊 把孩子吸引来 主啊 把家长们也吸引来 主啊 真是主啊 得着好材料 哦 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 主啊 愿你真是来亲手来祝福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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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主啊 我们仰望你 对 哦主啊 把我们的 哦 找回属你的下一代 主啊 亲少年和儿童交在你的手中 是 哦 耶稣 主啊 哦 儿童 青少年是最大的福音 对 主啊 得着我们的下一代 主啊 也让他们成为福音的种子 哦 主啊 出属的果子 可建造的材料 对 主啊 得着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主啊 这是能够也与你有 哦 主啊 哦 主啊 最完美的配合 主啊 能够与你同工 主啊 能够过健康的 活力的生活 主啊 带动孩子们 主啊 也能够哦 全家过活力健康的生活 Amen 是 主啊 得着我们每一个家 哦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家 都能够成为一个健康 有活力的生活 哦 主啊 是父母 我们父母 儿女 主啊 都能够 进到成为身体 有功用的肢体 成为一个有活力的肢体 能够一同彼此建造 哦 主啊 是成为你福音的种子 对 主啊 能够 主啊 也把你的福音 主啊 带给 所有 我们周围的人 甚至 小朋友的朋友 主啊 都能够 哦 成为 你 神家的亲人 主啊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活力的人 是的 是的 我们需要成为活力的人 Amen 我们的下一代 青少年儿童 也能够带入 活力生活超练的里面 是的 建立活力生活 同伴的关系 对 家长和孩子之间 属灵的关系 对 一样的不治 把这些青少年儿童 让他们 能够 属灵同伴 一同追求 有活力 教会的下一代 成全他们 主耶稣 赞美你 是的 Amen Amen 好 弟兄主任 那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们 就 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好不好 是补充本的 三四诗 爱中牧羊 三四诗爱中牧羊 他属我 他属我舍了心意 是我能得他生命 尽力他享受不尽 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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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爱你 不自禁 消失的灵 与你的爱 混合几乎 愿一生 奉献给你 你敢美如草场如溪水 我苏醒来走一路 平静静 生活有力 引导我能活出意 短时间是来佳容 时代流行如浪场 而你的爱永不动摇 牧羊故事不见少 不觉着你崩溃的同在 我不住战海的云 我的心无处有意 毕章感 满为苦力 水里回 平心而活 我母人 以我心中 遇见你 心中无目的悲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耀神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外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第四期的活力生活操练 应该预训是在9月10号、11号就开始 到时候我们从来开始就有八周的第四期的活力生活操练 所以弟兄们交通是到时候我们会增加两个新的操练 为了青少年和儿童 这两个truck就是有负担的家长和服务者 到时候可以陪着我们的下班 那这个这样的操练是为了为了就是帮助我们 建立健康的家庭属于生活这样一个氛围 当然直接的这个设计者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人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借着这项服务事能够推进社区的服务工作 来吸引社区的家庭 那所以就是为了这两方面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见证 那见证就是说这段时间以来我们 新泽西有好有好几处照会 读从左语寿了就是就是一些一些一些祝福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这样这个流程的安排大致是这样子 我们有六处照会 就是预备了这个这个分享 那从北边开始就是Nathalie Pacific 然后中区呢就是有这个Piscato和Berkeley Heights 他们在一起的 然后有Edison 那南边呢有这个Francon Park和这个Montgomery 那中间就是到时候弟兄姊妹会有见证 然后中间会穿插一些弟兄们的一些鼓励 和家常复旦的话 那大概就是今天晚上这样一个流程 那我就先开个头 因为我是在北边的这个Nathalie教会 然后我开头之后呢 我们这边有一些姊妹们会做一些补充加强的这样一些分享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屏幕 嗯 那首先是一篮表就是一个简单的一篮表 然后我会详细的进入到我们这个青少女儿童服饰 在这个修训不修工资期间的这样一个开展 然后总括有一些萌营点 萌营点123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负担和展望 那那那开始之前我想给弟兄姊妹们放一段这个简短的路 对 对 对 谢谢观看 哇 好棒 Amen Amen 哇 好棒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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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那个小弟兄很喜乐 我看我们自己也很喜乐 真的是看见我们的孩子受尽 没有比这喜乐更大的 这是一段插进来的路言 所以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区青少年儿童聚会的 一些简单这些facts 我们是开始时间 第一次YP儿童聚会 是从今年的5月21号开始聚会的 那时候我们只有五位男生 那很强烈就是男生不太唱四歌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 可能在场的弟兄姊妹都有印象 那时候我们四歌都唱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是从5月21号 刚刚是中学生 中学生的一次特会 在5月15号结束的下一个星期 我们马上就有了第一次的 这个YP的聚会 那其实这也是就是接续我们当时 我们第三期的活力生活超练 是5月1号结束的 是接续这个修训不修工的这样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就在青少年儿童方面 就是开始有这个开始做 那聚会家庭目前是固定的家庭 然后目前聚会的人数 我这个数字非常的保守 平均这个YP和儿童有15人 像昨天我们在聚的时候 有四个家庭不在 他们的孩子也不在 我们以我们昨天晚上的人数是18 18位这个青少年儿童 那当然在册上的就远比这个数字要高 要高达到26人 然后家长的话平均也是15 然后在名单测试 我们专门一个YP群 微信群 在那个群里刚好有三十位家长在那上面 然后我们聚会的形式呢 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聚会形式是学习 就是我们从这个KPCC中学生特会 以及这个Summer School的所学习的 就是鼓励鼓励这些孩子们 就是唱诗歌 并且他会自己会乐器的 我们鼓励他们一起来合奏 并且是家长和孩子在一起 然后唱完诗歌之后呢 我们会有信息的追求 那分两个圈 那个青少年是我们是用初心未养的材料 当然是英文的 那家长呢 家长这个大人 我们是用白弟兄的那个亲子系列材料 都蛮有得住的 然后我们的饭食服饰配搭是 是基于这个家长 各位家长服饰者这个志愿的原则 非常的甜美 配搭非常甜美 非常的丰盛 那目前我们受尽的人数 从5月开始到现在 我们有四位 那在中旬是特会的时候有两位 那你过了这个周末又有两位 所以加起来是四位 所以是三 从5月到现在 这是一栏表 那我现在快快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区 这个青少年专项服饰的开转 开转的情况 从背景到转机到开始到现状 那我们这个区呢 可能有些弟兄们知道 我们这个区是从19年的8月25号 开始有我们的分区聚会 在这里有波饼聚会 那我们的我们只有几个家庭 所以在这个青少年儿童服饰方面 显然这个服饰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在已过就是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都是把孩子们送到这个会所去参加聚会 你看从2021年11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还在送孩子们 就这个去参加在会所的这个YP聚会 但是呢这里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我们这边在纳特里的西边 所以路途比较远一点 大概开车的有时候平均25分钟 有的可能到半个小时 所以就影响这个孩子家长的这个参加率 你看这个纳特里有点远 所以这个很影响我们这个区会所参加这个YP聚会的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人数这是一个背景 那转机是从哪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那从今年初开始吗 这个疫情有了好转 那我们会所呢也不再提供这个线上的这个聚会 所以我们在本区的这个服饰者和父母就开始有同心合意的祷告 你看这个这个是裴行姊妹 他在群里发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同心合意的祷告 然后到了五月的初的时候 我们也恢复了这个周五的小牌这个现场的聚会 那记得我们恢复第一次这个小牌会现场聚会的时候 有两个小朋友 他们在唱诗歌非常有感觉 因为已经两年没有在一起聚了 他在一起聚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诗歌已经非常有非常有感觉了 他们听到这个现场诗歌之后聚完会 然后迫不及待就到那个 就到就开始弹钢琴拉小提琴 就配合的非常好 你看这 然后有姊妹还录了一段 所以所以这个他们在这个乐器方面已经有现成的这个这个他联队 这这个这些是一些呃就是呃一些背景的 那一个最重要的转结是刚刚我提了在美东北区 我们在五月十三到十五号有一个初中生的特会 那时候我们这些服侍者家庭开始就是为了鼓励这些孩子们上去上去 然后我们去祷告有很多的祷告鼓励他们参呃报名参加 但是你看这这几个男生啊呃都是我们这个区的 呃他们都上去了也还有呃也还有女生 那他当然他们就呃就是像呃他们在聚会就非常的享受 特别是在这个聚会唱诗歌非常的震撼 哦 所以这个唱诗歌非常震撼那孩子们也他们好久不见在一起相处也非常快非常快乐 最呃最感谢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两位男生好像是在人看来不呃不可不可能的呃特别是有位小弟兄好像跟他的家长关系闹得非常不好 呃但是在那个周末感谢主就就就受尽了这这绝对是主做的 所以有两个男生这个受尽所以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的受激励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像我刚刚说5月21号我们就开始了有了第一次的这个呃 就是这个这个YP聚会那么我们有两就是呃就是呃就是一面因为在上山的时候孩子们很享受那个他们在一起弹吉他唱诗歌就非常受吸引 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教他们就是呃就是呃弹吉他呃弹吉他另外呢他们也有现成的就是自己会的乐器 我们也鼓励他们一起合作来唱诗歌那家长和孩子一起唱那所以所以相当于是双管齐双管齐下吧 那这是吉他吉他课那这里呢是乐器 呃 所以那个呃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始 然后之后呢就是呃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其他呃独开里的一些弟兄姊妹呃就是 就是经常给我们过来相调 也是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扶持和加强 像非常感谢Edison召会的杨乔姊妹 还有Berkeley Heights的三名姊妹和高岳姊妹 特别是我们有一家弟兄姊妹 魏弟兄他们一家从上周 每个周末都赶过来 过来给我们相调扶持 真的是感觉我们是在身体里一同 来服侍这些YP 所以我们有很多继续有 为着这些YP有很多的祷告 继续也吸引社区的家庭 目前我们已经有新家庭的家庭 至少有三四家在这里 他们不定期的过来 虽然不是每周过来 但是不定期的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聚会 所以这个现状 我要快快的说一下我们的蒙恩典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蒙这样的 因典这跟我们的 我刚开始提到服侍者的家长们 同心合一祷告是一点分不开的 我们这项工作是从祷告开始 然后第二就是说我们有固定的家庭 打开提供现场聚会的场所 这个事实上是提供一个稳定的场所 让这些孩子们和家长都有家的感觉 让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气氛里面 就非常enjoy 那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鼓励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参与 就是唱诗歌 当然孩子们就是在一起有乐器的合奏 所以就非常的甜美 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这个事实上跟我们在山上 就是kbpc所学习学到的是一致的 那在那里面聚会里面弟兄们也是 鼓励这些家长和孩子们在一起 就是唱诗歌也好 就是在kabin里面有kabin time也好 就是父母一定是带着孩子的 所以这是三个萌恩的点 那这个负担和展望呢 就是我走大概就是从三方面来说 从大的方面来说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继续稳固和加强本区 这个青少年儿童服侍的架构和体系 以现有的周六聚会模式 给家长和孩子们能够提供一个 就是集体相调的机会 不只是限于我们本区的 包括我们照会的和跨 也欢迎其他no-carriage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来相调 那小的方面 事实上是今天晚上的 这个我们的负担 就是我们要转小 就是希望这些服侍者 家长或者有负担的弟兄姐妹 能够和我们的孩子建立更生机的 活力同伴的关系 能够加强平时生活上的连结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说 从这个sustainability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目的和目标呢 就是要鼓励家长和孩子 借着活力操练带进新人 包括朋友同学和他们的家长 以推动社区的服务 来加强主在我们本区的见证 我就交通在这里 背后有很多的姊妹 他们在做了一些背后的工作 所以后面的时间 我们有些姊妹会做一些补充的分享 刘培先吗 刘培先好 感谢主 我是刘培姊妹 是那个海滨 我们是一个家 就是现在开始 就是打开家服饰这些青少年 就是在海滨预备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的交通 我就分享一下 就是交通一下我的负担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青少年的服饰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应该我们这些服饰者 或者是父母 对这些孩子们的爱和负担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任何的方法 任何的形式和任何的 就是任何的方法和形式都更重要吧 我觉得只要是我们有这个爱 有这个负担 我们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的孩子们的情况 可以来服侍他们 对所以我们呢 我们家就是 就是我就感觉真的我们的 我们实际上也不会服侍 我觉得也不知道怎么服侍这些孩子们 但是我们就愿意提供一个环境 一个爱的环境 给一个家的感觉 给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的灵魂体都能够得到照顾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 就想让在这个家里面 没有教条也没有要求 然后可以 让他们就是来到这边 很feel comfortable 很愿意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开始 就是一个开始 对所以呢 就是服侍者就是 其实其实就像海冰说 像我们家 比如海冰会弹吉他 然后我们也有足够的青少年 对乐器都很 让我们这边的青少年 对乐器都很 很喜欢 那好像就是 就是就开始用这个形式 但实际上 在我们的聚会中 也有一些青少年 他们也不想学吉他 也不喜欢唱 也不喜欢拉琴 也有一些这样的青少年 但是呢 也没关系 就是弹吉他的时候 他们就 就去干自己的事情 他们旁边玩board game 或者在外面打球 然后那个 但是有些青少年 他就喜欢唱歌 等他要唱歌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叫他们 就说需要你 现在需要你来唱歌了 他们就来唱歌 那也有一些青少年 又不喜欢唱诗歌 又不喜欢拉琴 连聚会中根本就坐不住 就坐了三分钟就跑了 那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像有一些弟兄 小弟兄 根本就叫不来 叫不来 接电打电话 他也不接 我们都是打电话 就去说 那个阿姨一下去接你啊 你要在家的话 给我开门 要来来这边 就省得那 他实际上就喜欢打游戏 在家天天关着打游戏 那我就想来我们家打游戏 总比自己关门 在家打游戏强吧 所以就那时候就把他叫来 叫来之后 他就 就是打一会儿 就叫他出去打会儿球啊 或者出来 再唱会儿时刻坐一会儿 他就 但是这个小弟兄 还有意思啊 特别爱做饭 所以有爱宴的时候就叫着他 今天我们 今天下午他烧烤 都是他主厨 在那边 做爱宴 对 然后这一次 他们去这个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上次受亲的一个弟兄 哎呀 虽然外表看 哇好难啊 都不知道怎么 怎么 他父母也是 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只要我们就是说 愿意把这些孩子都传在一起 让他们有一个同伴 有一个环境 让他们可以一起成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也是经常都告诉主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服侍这些 小弟兄 小姊妹 但是我们都愿意 他们能够 在主里面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一起长大 对 所以这个平堂的一些连结 然后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带他们去这个特会 和那个 Summer School of Truth 我这次真的是看到 就一个星期的训练回来 哇 连我自己的儿子 我都不认识 从来诗歌没唱过那么大声 那个小的时候多困难呢 哎呀 天天的就说 唱诗歌你要张嘴啊 你要出声啊 天天的这样子说 也都没用 但这次回来 哇 这个诗歌唱的那么大声 还会declare 还会站起来 哇 真是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 就是主能做的 太多了 我们就是 需要给主一个平台 需要给主一个 让主可以有路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 我们大家 有心的 都可以把这个家打开 为了这些孩子们 真的是看到他们 能够成长和受尽 真的是非常非常喜乐的 一切事情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新弟姊妹 从Natalie的新弟姊妹 我其实 我是刚刚从 KPCC回来 所以 大家有时间 我可以分享 一个多小时 但是因为有时间限制 我就 我就只分享两点 刚才 也很阿们 海滨弟兄和刘培姊妹 分享的 我们但凡有一点心 什么可以能够帮助我们 做成任何事情 真的是除了祷告 还是祷告 但感谢主 让我在服侍 YP的这件事情上 让我亲身体会到 这个神 你只要是 在祷告中 摸着到 他的心意 就是我们所谓说的 这个祷告中的祷告 我们摸着到 他的心意了 他真的是 那个全风 全足 给你预备好道路的 那一位 所以我们 唯一要做的 就是大家来到祷告 跟你们 先提醒一下 首先你看海滨弟兄和那个刘培姊妹也说了 很多小朋友 在我们看来 在人看来 都是不可能受尽的 很难的 那个 现在是小弟兄 小姊妹了 不光是这些人比较难 包括负担 我是从我的角度 我也一点负担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的孩子还没有受尽 我就觉得 我也没有这一他连得在YP的上面 那弟兄姊妹把这个负担摆到这块 那我就一开始是跟着祷告 但是我就觉得我是那打酱油的 大家肯定也用着我什么事 因为我也没有这个负担 但是真的很神奇啊 神就是这样子把这个爱打到我们里面的 在你为小朋友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真的是对这个小朋友开始有负担 我们为每一个孩子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对这每一个孩子有负担 包括他们的父母也开始对他们有负担 然后我们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尤其我任何的这个serving 就是服侍 我先是先说 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孩子 我是没有办法 我只能爱我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开始了祷告以后 我就觉得神是真的是那位 无限供应我们爱的那一位 我们当我们这个人非常有限不能够爱别人家孩子的时候 他就会通过我们的祷告 把这个负担做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愿意去服侍他们 不光是这样子 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像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idea 那神真的是我就觉得 首先他预备了这个魏弟兄 配搭着这个海滨弟兄 因为海滨弟兄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的时候 一开始就觉得 哇这么多孩子怎么带呀 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魏弟兄 然后呢又预备了这个 就是很多刚才海滨也提的那些 很愿意摆出来服侍的这些别的区的姊妹 也都加进来了 然后包括一个姊妹 他带的就是有这个亲子 亲子系列也给我们推荐上来了 我一会再讲那个点 但是我就觉得 神好像一下子把这个路就铺平了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 把这个祷告摆到他的面前 说主啊 真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求你带领我们 而不是说主啊 我们有这个idea 我们想怎么怎么做 我真的是现在神不断的教给我 如何去祷告通过事情啊 在我身上 这也就是我就说也感谢KD姊妹 昨天还是前天啊 他发的那个停讯不停工的 有一个那个卡 一个一个经节卡上面 写的就是真言十六章的第三节 他说你所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必成就 我们真的是在这个YP的这件事情上看到了这一点 然后对我们这些有负担的这些serving网 我也真的是哈 我在KBCC买了一个这个鼠标垫上的这个话 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宝贵了 这是尼托生写的 他就说将自己献给神 不是为神做工 乃是让神做工 凡不让神做工的 就不能为神做工 这这这话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想为神做点什么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负担 简单的负担 带到神的面前 跟神来祷告 他就能扩大我们的度量 扩大我们这个爱的度量 而且还会为我们预备 该怎么做啊 这些这些admin 这些小的事情 他都会为你预备齐全的 真的你看我们刚才弟兄姊妹也分享了 主给了我们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们一开始只是对这可能五个小弟兄 而且这个这个包括还福音朋友 只对这个五个男孩子有负担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孩子 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 我们只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祷告带进来 第二个我快快分享的是 感谢主神给我们预备的有一项 就是这个亲子系列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 我们在社区里服侍的弟兄姊妹 很难传福音 因为我们这附近也没有学生 也见不着什么新人 都是老人 而且都是很多家长 但是我们也都发现 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在这个YP聚会的时候 在YP在谈吉他的时候 原来一开始 这些家长只是闲散在外面 大声的聊天 不但影响孩子们学琴 而且也确实这个环境不是很好 刘培和海滨弟兄也提出来这一点 真的感谢主啊 主就有这个预备 我们就开始把这些闲散的家长聚在一起 读这个白弟兄白姊妹的这个亲子系列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serving 这个你服侍的人是最得供应的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真的是能够感觉到 我们大孩子是有多么的 方法是多么的不对 包括这个KPCC 我最后再提一下这个KPCC 有一个弟兄真的点醒了好多的家长 他就说我们这些家长有的时候 只是看到眼前孩子现状 没有达到我们家长对他的期望值 所以我们才会 我们才会烦心 我们才会在魂里边忧愁 对不对 但是弟兄就指给我们的 我们也一定要看到 神的心意是长线的 我们要win the war 不是要win the battle 我们经常家长要做的就是 lose the battle 我们也 我们要win the battle 我们要loose the war 所以弟兄指出来的是 我们只要为孩子祷告 我们只要真的是平时操练自己 如何在神的眼界下 来带我们的这些孩子们 神就会保守我们这些孩子 所以我们也在带着这些家长们 读亲子系列的过程中 有很多福音朋友 也对这一套教材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实际的这个点 如何在带我们的孩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传福音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也就说 总结一下 我分享第一个就是 真的是祷告祷告再祷告 真的是顺应神心意的祷告 在祷告中摸着到神的心意 第二个就是 如果有可能的话 把这些 你在YP聚会的时候 把这些闲散的家长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亲子 亲子这个就高品的亲子关系的 这个培训 真的是不但成就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也成就 也可以有传福音的这个机会 阿们 Amen 那个 张旭姊妹和 阿林 阿林姊妹在吗 在 阿们 阿们 我现在来试一下我的 screen 阿们感谢主 我们接下来就是刚刚是 刘培姊妹和 Cindy姊妹分享 Churchin Natalie 我们的Young People 接下来我跟 阿林姊妹分享一下 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 大家在这个图片上看到的呢 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Level 1和Level 2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上二年级以下的 这些的小朋友嘛 我们照会呢是四种语言的 所以四种语言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呢 我们小朋友呢就是 也是多语言的啊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西语的 Spanish Speaking的这些姊妹们 然后也有英文的姊妹们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图片呢 就是我们的孩子大概有20到25位左右啊 然后我们每一周来在一起 不仅是这个姊妹们啊 各种语言的姊妹们来在一起配搭 而且大家从图片上看这些孩子们 这个是我们有一次这个聚会里面的 大家做的这个手工啊 大家在这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Listening Ear啊 向着主耶稣有一个听的一个耳朵 都是非常的喜乐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上课 这就是我们的这些上课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坐在一起 在这个会所的里面呢 我们我们的讲的课程呢 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们 刚刚姊妹们分享到 这个到了Young People的阶段 所以我们觉得啊 是先给他们有圣经知识呢 还是先给他们有这种的 这个性格的培养 姊妹们交通呢 觉得还是性格培养比较重要 所以呢 我们的课程的这个主要就是讲的 Proper Humanity 就是主要就是培养他们从小啊 养成一种好的一种的一个性格 就是借着这些圣经的故事 基本上就是培养他们在家里面呀 Sibling彼此之间呀 哦 还有在会所里 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呀 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会让这些小孩子们来帮忙 一起发这些网块呀 尽量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都让他们来做啊 然后这一张呢 就是我们这个最近这几次 在会所拍的有一个 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游戏啊 所以在我们这个 有很多蒙恩的点啊 就是大家从这个图片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有福音朋友的 等一下我们姊妹还会接的分享啊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孩子们彼此之间 也会找到一个companionship啊 从小他们就会彼此 彼此的有一种的啊 同伴啊 最后一张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就是弟兄姊妹们出去的outting啊 小朋友们在一起唱诗歌 所以在这张里面呢 是我们出去 虽然我们在外面相调 但是大家因为在这个 会所里面唱诗歌非常的享受啊 所以这些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迷说唱诗歌 他们都喜欢在一起 就一下group起来 就唱开唱起来这些的 这些啊 儿童诗歌 所以阿们感谢主 接下来啊 姊妹接着给我们分享一些 蒙恩的见证 Amen 所以我家孩子叫Elizabeth跟Isabella 你可以看到这个戴帽子 这是我们家两个娃 对我们家两个孩子 我就可以做见证 我说这两个娃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主日聚会 所以每一次主日呢 他们说妈妈我要穿这个裙子 我要去主日聚会 他们是非常盼望那个主日聚会的 他们非常喜欢唱诗歌 这个诗歌对他们来讲就是 哇是一种享受啊 真的啊 无时无刻他就有时候有感而发 就会自己在家里唱诗歌 有时候有一些就是 我觉得他在上课的时候 好像没在听哈 可是有感而发他还会被经节 有感而发他说 地下有垃圾 为什么有人乱营垃圾 他说 Oh they're not strict with themselves 儿童就会教他们 You have to be strict with yourself 他说妈妈他们没有 strict with themselves 所以我觉得哦 这些这个儿童聚会真的得着了 我们家女儿 我不敢说别家女儿 我家女儿 她是真的主持摸到了他们 而且呢 有一次呢 我们因为我们家很喜欢唱诗歌 我就带他们去playground 我就在那边 就是推那个mary go around 就是唱诗歌在那边推 突然就来了两个娃 两个福音朋友 她们也喜欢唱诗歌 这被诗歌吸引了 我们在那边装中文诗歌 她来了一个中文的娃 她叫Lily 小Lily是第一张的 这个粉红色衣服的 她妈妈就在那里住 其实离我们在很近 可是一直没有认识 然后我们就开始 哦 见了两三次 我们就开始聊起来 哦 原来发现他们住的不远 住在那里 然后就孩子 算没有上学了 疫情都是孩子 就是困在家里 就没办法上学 但家长都害怕 没办法让他们上学 然后她是非常喜欢 跟小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交谈了几次 哦 我就 我就 我就有感觉想要邀请她来 儿童聚会 可是真的 交谈了两三次 也不 也不好意思开口 也比较唐突嘛 我就跟姊妹们 这姊妹聚会交通 这张绪海鼓励我 邀请她来 儿童聚会啊 我说 我才说两次话 怎么样能邀请 人家也不 家里有没有邀请到家里来 我们家在装修 有没有邀请人家 在家里来 邀请了会许 我不知道来不来 把人给吓跑了 我说算了 就打个发个 发个发个 text 然后真的来了 那个动物园 一直去了 所以啊 然后一直 就是整个summer下来 两个月 都在我们儿童聚会 非常stable 就是她也非常 非常享受 这个儿童聚会 真的妈妈也费 其实呢 我就觉得 我就很 我到这个 心弟姐妹 刚才分享的 真的福音都是 主的大能 都是主在做 我记得我年头呢 对主 就是年头 这个祷告聚会 她说 主啊 我去年是没有结果子 真的亏欠了 主 然后主真的听到了 真的给我两三个 两三个福音朋友 真的就不知道 怎样就来了 而且这个福音朋友 认识那个 仇明太太 他们是 主早已经安排了 他们是 在那个 playground里面 有认识了 而且他 他住附近两个 隔壁 就是个基督徒 难怪这么敞开 所以主啊 都是福音 都是主的大能 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只是配合 只是多祷告 都为他们祷告 我也不知道怎么带这个羊 还是在 还是要继续祷告 因为我也没有 多经验 也是新手妈妈 带着两个女儿 所以啊 都是 可是主真的有给我们小羊 还是 还是要为 自己个 起码我身边就有三个 一个叫 小Justin 可是 一个叫 就是 聪明太太的 聪明太太 小莉莉妈妈叫 清清 还有一个叫 星星 小Justin 的妈妈叫 星星 所以就是 主真的 有听我们 垂听我们的 祷告 所以 当我们 这些孩子 有享受 就有 主就能开路 就是他们 就是 很好的福音 管道 当他们 能想到 一个地步的时候 主就开路 又引进 清的福音 朋友 小朋友 进来 感谢主 非常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接下来是 Persiphany的 杨月新姊妹 接着分享 我是Persiphany 的 Rachel姊妹 我来分享 我的 分享 那Persiphany 也是 Nathalie 分出来的 一个 照会 我们在 新泽西的 西北部 那我们 这边的 特点 是我们 孩子 并不是 很多 因为 这个locality 小一点 不过 这弟兄姊妹们 都很摆上 也知道 这个儿童服侍 的重要性 所以 感谢主 我们服侍的 比儿童 还要多 所以 我们的摸着 就是即使 有的时候 一个班 只有一两个孩子 这个聚会 都会照常的 这样 照常的进行 在疫情期间 我们经过了 一段时间 线上的聚会 孩子们的情绪 就不太高 越聚越少 越聚越没有性质 那么 我们在 祷告之下 就恢复了 实体的 主日聚会 和青少年聚会 当这些孩子们 他们来在一起 一起唱诗歌 一起读经 有饭食 他们一起聚餐 还有外出的交友 他们真的是 非常的喜乐 我们也有 两三个家 固定的打开 来提供 青少年聚会的场所 我们还有两位 比较年轻的姊妹 他们很 Facebook里 服侍我们的青少年 因为他们的年纪 年轻一些 跟他们的交通 就非常的顺畅 因为我们这个 locality比较小 我们聚会的时候 青少年聚会 人多的时候 也只有七八位 人少的时候 可能胜局 三四位 这么少 我们就是希望说 他们能够去参加 青少年的特会 和这些熟悉真理 夏令营 把他们带出去 他就可以 更有机会 跟其他照会的 这个同名人相调 那真的是可以 见证这个身体的荣耀 这是他们 在我们自己 这个locality 没有的机会 所以我们会鼓励 他们和家长们 付一个小小的代价 把他们带出去 能够他们获得的 这个收获 真的是不可想象 那还有一点 我们比较萌恩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 服侍的姊妹们 就是坚持每周六天 带领他们读经 就时间不长 只有15分钟 但是呢 这样每天 都有这个经节 供用他们 到现在为止 他们已经把 这个新旧约读了一遍 所以感谢主 这个这样的 这样的每日的读经 对他们的属灵生活 就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这样的帮助 那下面我有 这个也是有几张照片了 他们青少年聚会的时候 一起唱诗歌读经 那这边就是带领他们的 这个Betty姊妹 跟Michelle姊妹 真是很信实的 在服侍他们 也是有出外的交友 这个对于他们来讲 在一起 这是非常的喜乐 那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个家长能做的 能给孩子 最好的呢 就是把他们带到主面前 把他们带到照会里面 也把他们带出去 带去这个KPCC的特会 跟熟悉真理的训练 这样呢 我们只是付小小的代价 与主配合 让他们主所预备 给他们的呢 真是不可想象 这个真是感谢赞美主 这个孩子们和家长们 这整个照会 都因为这样 有很多的得着 那这个呢 就是Persibony的交通 感谢主 接下来是请蔡基辛弟兄 给我们的话语 蔡基辛有在吗 听得到吗 可以 谢谢赞美主 我就比较简短 因为后面还有 四个照会要分享 实在很喜乐看到 这个Nathalie 还有Persibony 弟兄姊妹照顾 这个我们的young people 还有我们的小孩 那么 这个我跟这个弟兄们交通以后 觉得有两个 负担是很 是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陪着我们的小孩 或者是陪着弟兄姊妹的小孩 一起的成长 一起的操练 不是把他们放在那边就好了 是我们陪着他们一起读经 陪着他们一起操练您 陪着他们一起唱诗歌 所以他们成长 我们陪着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刚刚弟兄姊妹也做了 好多的见证 这个也是一个管道 因为我们的小孩 他们有很多的 这个同班的同学 或是学校的同学朋友 那么 这个 他们都是父母的 的宝贝 所以呢 他们如果能在一起的话 父母一般都是跟着来了 所以呢 刚刚弟兄们也说到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福音的管道 那么在台湾呢 他们就是借着这个儿童 儿童牌 不仅得着儿童 更是得着一个社区 一个一个的家 所以当弟兄们在这样操练的时候 做见证的时候 刚才Sindy 刚才这个 这个Eileen 他们做见证的时候 就是小朋友 跟各个社区的小朋友 玩在一起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变成 有一个管道 可以得着父母 得着社区 那么得着他们的家庭 所以这个设置两个负担 那么 最近我一直 有一个很纳闷 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之前 前一阵子读到 撒木尔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撒木尔 从小的时候 就是在 老以利的照顾之下 那么撒木尔一长大 一路 就看到那个 老以利的两个小孩 那么实在是很不成才 对不对 人家献祭的时候 他是胡搞乱搞 那么 所以呢 我想这个 撒木尔 他一定是谨记在心 然后看到他们的结局 那么 听到神 耶和华 对他们这个家的预言 那么果然成就了 所以在这个撒木尔的心目中 他一定有一个 很深很深的警惕 这个小孩子 绝对是一定要好好的管教 但是呢 我心里纳闷就是什么呢 当老以利呢 不是 撒木尔呢 他自己的两个小孩 好像也没有管好 是不是 他后来两个小孩 成为祭司也不好 所以呢 这个老百姓就 要求他设立 设立王 那么 我一直在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在想 可能是撒木尔太忙了 他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他没有时间 陪着他自己的小孩 所以呢 那他的小孩呢 也是不属灵 不成才 那么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的父母啊 也是很忙 那忙这个也忙那个 特别是工作上的忙 这个忙那个忙 那么 甚至呢 有时候我们也带着小小 我们的自己小孩 去度假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但是呢 这当然这个是很好 很需要 但是呢 我们有没有忙在点上 把和小朋友一起的成长 和小朋友一起的操练 陪着小朋友一起的爱主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 所以感谢主 弟兄们有这样的 这一次的生活操练 是增加的 另外增加了两个track 两个跑道 一个是青少年的 YP的 一个呢 是儿童的 那么这个都是很好 让我们呢 一起啊 报名参加 也把小朋友 一起报名 然后我们可以 和我们的 Young People 和我们的Children 一起操练灵 一起在灵中成长 那么也就 借着一个管道 把社区的福音 传扬出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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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所以刚才弟兄 已经呼召弟兄姐妹 要 就 陪我们的下一代 进入这样的 活力操练 在我们这个群里面 陈伟弟兄已经把 第四期活力生活操练的 通企 发在这个track里面 弟兄姐妹 就是 这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细节在这里 就是我们刚才说 有三个track 第一个track 是对于青少年的 第二个track 是对儿童服事的 那第三个track 是就是 以前我们 已经有的是 那我们这个是 刚才说了 是从九月十二 十二号开始 那报名 现在就可以开始 那截止 报名截止呢 是九月四号 晚上九点 所以那个 请弟兄姐妹们 鼓励 自己报名 也鼓励我们周围的 弟兄姐妹们 报名 那个 这里有那个franklin 照会的一个报名表的链接 那如果其他照会愿意用这个链接报名的 我想也可以 如果你要跟当地服事弟兄们 弟兄弟兄们报名也可以 所以这就是 给弟兄们 弟兄姊妹们报告一下怎么报名的事的事项 那接下来是继续见证是 皮斯卡特威和 Baskinridge的这个青年姊妹 是吧 是 你们 感谢朱 我share一下 哦 OK 我自己来share吧 我没有权限 可以了 可以了 OK 好 现在可以了 放一下 看到的是slideshow吗 Amen OK 谢谢主 对 我们是皮斯卡特威 新晋阔出来的 Baskinridge区 我这里这个slide 只是青少年聚会 我们另外也有儿童的服事 但是不晓得要准备 儿童服事的见证 等一下看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请张静子妹讲一讲 我们呢 就是2019年秋天开始 有本地的主日聚会 就算是正式扩区了 那我们在预备扩区的交通里面 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负担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从一开始 就有人能够commit to青少年的服事 就是不是就是说要青少年聚会了 就把孩子送到比斯卡特威去聚会 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服事 所以我们就是借着弟兄姊妹们的配搭 我们是一阔区 就是周六是有自己区的青少年聚会的 然后我们最近呢 也开始了主日薄饼以后的青少年的服事 因为我们人数不多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刚扩区的时候 就是五个青少年 后来又受敬了两位小姊妹 然后最近搬来一家 所以现在是八个青少年 所以我们都是在家里聚会 然后呢 每次都是从共进晚餐开始 然后基本上的孩子的家 都是打开过聚会的 然后有的家更是经常打开 然后我们也是就经常会有一些相调的活动 然后鼓励孩子们平时有一些共同的追求 虽然没有一直就是说一直持续不断 但是断断续续 他们男孩子之间女孩子之间 会有一些平时的共同追求 然后在疫情 就是过去以后不久 我们是19年秋天阔嘛 20年年初就开始就lock down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聚会也改在线上了 但是青少年就是 虽然他们也尽力坚持了 但是就像前面区见证的 前面的召会见证的 都是孩子们不喜欢线上的聚会 那我们很萌恩的一点就是 我们非常早就恢复了in-person的YP聚会 中间疫情反复的时候 就稍微断过一下 但是一有一稍微松一点 我们的家长们也都非常的support 就很快就又恢复线下的聚会 那借着这些线下的聚会 他们就更加的享受 然后他们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紧密 就分享一些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些香调啊 这个是有一次跟Berkeley Heights相调 然后接下来最长的是2021年 虽然是SST是线上的 但是我们区就是把孩子们都召集在一起 他们是在一起看线上的训练 然后这个是我们聚会之前晚餐 晚餐过后他们有一点互动的时间 玩一下Berkeley会 这次就是也有两个福音朋友参加 然后这个呢就是 经常就是有一些溜宾啊 户外的踏青啊这些活动 带孩子们一起经常能够 有一些生活上的连接 非常对他们就是说 建立更好的同伴关系很有帮助 我觉得 然后这个是最近一次 一次的户外的 在户外的周六的YP聚会 我们在户外的周六的YP聚会 我们在户外下的周六的YP聚会 但是有的孩子也有时候也来不了 不是每次都能来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四五个五六个 来齐了也不过是八个 但是应该有几个家都是很中性的在聚会中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都没有缺过 一直都是在坚定持续的聚会 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的是 借着这段时间就是一直的 这样的持续的在家里的聚会 in-person的聚会 就是有不少孩子们开始慢慢 他们对自己的聚会有ownership 就是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聚会 会关心没有来聚会的同伴 也会带那个福音朋友来 所以感谢主 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聚会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被稳固在照顾生活中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不知道我们去还有没有时间 可以讲一讲儿童的服事 如果时间不多就找下一个区吧 如果快快分享也可以 张静在吗 对不起我在 我可以 对对对 因为我没有准备 我不知道还要有儿童的分享 但是呢 我觉得 我刚才听那个姊妹们分享 我也是很摸着 因为我觉得 就是刚才刚开始有位姊妹 就是刘培姊妹分享说 我们不管是什么服事 我们爱和负担是胜过我们的做法和我们的这个形式的 所以我们 我就觉得很摸着这个点 的确是这样 其实我们也是刚从这个 Peace Gateway这个 就是扩出来一个区 然后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没有成型的这种儿童服事 因为我们的孩子们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而且我们刚分出来 过出来没多久 我们就赶上了这个疫情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是真的很蒙恩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 确实需要一个聚集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负担里面 我们就有三位姊妹 我们就在一起祷告 其实还有一位弟兄 我们也是一起 刚才其实也有姊妹分享到 我们的路就是祷告再祷告 真的是这样 因为都不知道怎么来做 而且当时疫情开始了 就觉得 这个 就是说一个是本来也就是 儿童服事还没有进入 就是正轨 但是呢 疫情又开始了 但是很蒙恩的点就是说 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 开始了儿童服事 就是线上的 那我们这个服事呢 一直坚持了 大概一年多两年 直到我们那个线下 所以我们没有停 刚开始是我们每天 每天在线上游 然后呢 进而呢 我们就是开始是 如果有小孩子能够 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一周一次 现在呢 我们就从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照会开始 那个in person聚会 就开始了这个儿童服事 那我们去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 不仅是这个儿童服事 我们雇到这个孩子们 主要我们还有个特点 就是说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 他们都是新近年轻的 就是刚得救的这些父母 那我们一方面呢 是带孩子 更一方面呢 也是把这些父母 能够团到照会生活里来 所以呢 我们这个服事就是 一面对孩子有服事 一面对这些年轻的父母 也有一些这个服事 希望他们能够进入 照会生活 那我们的这个儿童服事呢 现在就是 大概就是 如果来的多的话 儿童加青少年 我们最多的时候 可能大概有20个 但是平常基本上 儿童加青少年 就是10位左右 那我们现在 小朋友呢 就是他们有固定的教材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暑假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准备有一个 这个儿童的 这个儿童亲子营 这个也是我们将来会 就是在月末的一周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实行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 积极的祷告和准备 所以也请弟兄姊妹 为我们带导 因为就像刚才姊妹讲的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服事 都是在这个摸索中 都是在主的这个推动之下 我就觉得很感谢主 就是主在里面 给我们这样的负担和爱 就让我们能够 接着往前走 其实这个形式和这个方法 我们都是在摸索中 但是我们因着有这个 主给我们的负担 所以我们也就不害怕 所以我们就 也有这个身体 一起的这种交通 所以就让我们能够更加觉得 这个有很多 这个身体上的扶持 然后就觉得 还是很感谢主的 也是弟兄姊妹 模糊彼此带导 能够让这个 下一代都能够 成为主有用的器皿 感谢主 那接下来是请这个 Edison照会的姊妹 杨桥姊妹在吗 Amanda姊妹在吗 我在 谢谢主 那我跟杨桥一起配搭 我是没有配搭 就不敢做 不敢说话 感谢 我跟杨桥姊妹一起 对大家传统一 其实我俩都是家长 我俩其实 在我看来 我是不够资格做服饰者的 也没有口才 也没有很多的真理构成 但是因着自己的孩子 是在高中 所以也需要 也接触了亲子课程 家庭时光 所以就自己 把自己就加到 这个儿童服饰 青少年服饰里 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 不是青少年 一直是 Sister Amanda 和Brother Bo 还有Brother Nick 我们做家长 以前我孩子是 不太参加 Young People Meeting 因为他自己个人原因 然后 这期间也都是在线上 偶尔参加 基本上都是不参加的 但是自从我们 恢复了线下聚会 我们就 然后有父母的参与 然后我们的 Young People Meeting 面板被复兴 然后现在我们 高中生的情形呢 大概是有三个姊妹 要马上上大学了 然后还有两个是 高中最后一年要毕业 然后还有两个 十一年级 还有十年级有两位 初中生是大概 家福音朋友 有八到九位 对平均是 大家知道名字的 有十六位 只有一半的孩子 会正常的 参加聚会 但是 Hey Connor Can you mute yourself 但是那个 刚刚完成了的 那个暑期真理学校 孩子们 灵里都火热 都被复兴了 我也放一段 昨天晚上 一半的孩子 Hallelujah I want to hear He who is going to the Lord is one spirit I want to hear That's right One spirit Now the Lord is inside of me But he's still in me I want to hear Yes he's still in me I want to hear Yes he's still in me Yes he's still in me All our name is best The little I'm in me All the lady I love to hear He who is going to the world He's going to share Aha Let's fight Let's hear 对 孩子们一唱诗歌 连大人都很喜乐 感谢主 对 昨天 我们现在目前是 大概有六家 六家弟兄姊妹 晚上愿意开家 欢迎Rotation 然后欢迎孩子们到家 去有Young People 周六的晚上 Young People聚集 昨天晚上 我数一下人数 有三对父母 有两个姊妹 我和杨巧 然后还有 大学生 他那个两年 全职 全职 Pursue Full-time training 结束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大学二年级的 一个姊妹 都一起参加 然后高中生 还有初生 一起加起来 有18位 所以昨天晚上 聚会 非常的 非常的高兴 以前我们聚会 都是 哎呀 点哪个诗歌呀 从一到三十 随便选个数字吧 都是这样唱诗歌的 但是昨天晚上 孩子们淋漓火热啊 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就是 这想这个 唱这个 唱这个 唱那个歌 就是自动自发的 就是在 在自动自发的 点诗歌 来享受主 大人也被 挑望 对 大人也都跟孩子 一起唱这个 一起享受主 真是感谢主 那个 杨强 你要是想补充 杨强 你说话 Amen 本来也没有准备的 但是刚刚听到 弟兄姊妹的 分享的交通 里面有感觉 也想配合着 邱姊妹 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个人 就像邱姊妹说的 我们不是说 有 照会的弟兄 或者是 服侍者来指定我们 说你们来 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都是 作为一个家长 里面 被主 的话 给 点活了 然后看到 有这样的需要 一面为着 自己的孩子 一面呢 也把别人的孩子 真的是 有主的爱 充满在我们 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 把别人的孩子 当做自己的孩子 来看待 对他们有负担 其实我从来 没把自己 当成过 对青少年 服侍者 但是好像 主就借着 这个身边的 这些肢体们 然后一步一步的 就把这个负担 加到我们的里面了 那就是 我觉得 这个服侍 真的不是 我们自己定义 要做什么 那是神 在那里 叫大家生长 而且神调动万有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刚刚海滨弟兄 还提到 说我带 这个 去扶持他们那边 其实我觉得 我在他们那里 是被成全 被扶持的 因为Edison的话 这个地方 以前华人很多 但现在华人很少了 而且 就说 青少年也不多 就是这个 青黄不接的情形 然后我的孩子 最后 本来从两年前 他的年纪 有四个孩子 一起上线聚会 结果到 今年初的时候 就变成只有他一个人了 其实我也在 为他祷告 为他寻找 属民的伙伴 那主就把我跟 这个 Berkeley Hights 然后也跟 Natalie的弟兄姊妹们 连接起来了 每次我们带着人过去 我觉得我们都是去学习的 感谢主 这样的相调 也开阔了我的眼界 然后也学到了 这些其他 这个兄弟照会们的一些做法 觉得也可以 借鉴到我们自己的 本地照会当中 而且 那边弟兄姊妹 共牌约会 也让我们 很有这样的 这个感触 我也希望我们Edison的 爸爸妈妈们 都能够 更多的亲近主 能有这样子的负担 然后根据我 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是先被主复兴了 然后才开始的 有一系列的 对主的负担 那我们 其实私底下 有些姊妹们 我们自己在 也都是做父母的 依旧有两个 不同的追求 有一天晚上 也是亲子训练 然后我们呢 因为是在职的 父母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追求的 白弟兄姊妹的 这个YouTube 上面的信息 对好 我们就以 亲拜想 we are watching YouTube we are watching the message on YouTube 我们继续吧 好 没问题 然后我们是听半小时左右的信息 然后姊妹们分享 so we listen to 30-minute message 那另外一天晚上呢 就是父母们的 这个基础 基础造就 其实也不是父母们 主要都是姊妹们 然后也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自己本身是在职的 我没想到这个 可以这么这样的参加 这样的聚会 因为觉得时间 应该是不够用的 白天上班到晚上 还需要陪同孩子 或者是做一些家事 但是主真的是很奇妙 他就居然回头看的话 居然让我能够参加到这样的一些成全的训练的理念 我觉得这是主的恩典 那也希望借着 就是这样的成全 让我们的这个父母们 服侍者们都能够被主复兴 然后更多的人一起同台约会 我觉得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服侍和儿童的服侍 也是对我们父母的一个成全 我们的这个父母们也要 就是说也要被复兴 然后愿大家为这个多多的祷告 Amen 我们做父母的要有福星 因为我们在孩子面前要有一套生活 如果我们是聚会一个生活 在家又是另外一个生活 那孩子小的时候 他可以就是听你讲什么 但他孩子长大了以后 他是会看的 但是看你家长是 真的是平时在家操练灵 还是说还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去教育孩子 按照自己属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 真的是我们自己在为了为了为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自己父母现在要守成全 真的是我接触这个亲子课程 家庭时光已经有一年多了 这是求主保雪遮盖 没有真的是大力线下复制推广这个这么好的课程 跟我一起共度的丽丽丽与 她是在 Character 现在坐着 就是说推广的很好 我也感谢主 今天有个机会可以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下面再讲一下 就是今年暑期真理学校的时候 我们 Edison 教会有四个高中生参加了 有八个初中生的年纪 其中有三個還沒有受盡 我們對他們的受盡也蠻有希望 蠻有信心 也一直在為他們帶導 然後在聚會中孩子們唱詩歌 都是非常高臉靈 都是淋漓火熱的 然後對 我就不播放這個 往下走了 感謝 對 然後我們在暑期真理學校的時候 不光是有聚會 而且還有孩子們玩在一起 調在一起的時間 一起去爬山啊 郊遊啊 就是調生活 不光是有聚會生活 還要調生活 然後在調生活的過程中 彼此就建立主靈情報的關係 對 然後 更有一個得著就是 因為這次主題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暑期真理學校 這是我第一次 第三次參加 每次我都是覺得 這個暑期真理學校 雖然我是以服侍者的名義去參加 其實我真的是被服侍了 那個弟兄在每天早上都教我們 如何去跟主 有個人禱告情深的關係 如何早上一起來就通過詩歌 還有通過經節去享受主 對 這個也是操練一個個人紮根的生活 然後在這次熟期真理學校 一個就是 這是Personal Time with the Lord 再一個就是定期 定時間的 每天都有讀經的生活 這樣就是說讓孩子不光在特會中 淋漓被挑望 而且也有一個生活上的操練 養成一個習慣 對 下一個就是說 在暑期真理學校不光有大聚會 更是有小聚會 更是有小組的談 小組的論壇分享 這個小組的好處呢 就是大家都彼此互相敞開 在大聚會的時候 你深言的時候 可能時間受有限制 然後性格也會受限制 但是小組大家就非常彼此敞開 然後我們這個小組很蒙恩 有六個大人 六個服侍者 六個高中生十年級 我就不放詩歌了 因為時間原因 對 然後真理學校的時候 有小組聚會 還有在業餘時間 還有一對一的Shepard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就是對應親子家庭時光 就是說 做父母的自己 為了下一代的屬靈幸福 自己先要被主復興 然後自己要轉變觀念 然後跟這個有讀經禱告的生活 然後呢 親子時光的就是每個孩子 因為他的年紀不同 他對主的經歷也不一樣 然後他現在的需要狀況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一對一的跟孩子建立屬靈關係 對 然後就像這個在夏令營一樣 有媽媽跟孩子一起散步 一起讀經禱告 然後還有服侍者 對 所以我們做父母的 要學會跟服侍者連結 跟服侍者交通你孩子的情況 然後就說不要把孩子只是推給服侍者 只是說 哎呀神你 你來成全這個孩子 但其實是屬靈教育啊 家庭的屬靈氣氛啊 責任都是在父母的 所以我很高興這第四期 除了那個個人活力操練 傳福音這方面追求 還有就是親子 家還有家庭時光 還有就是跟兒童和青少年 這方面的操練 我感謝主 希望還能繼續 對 然後 對 我還就是說對這個親子課程 家庭時光 自己是受益的 這次我跟弟兄是一起上了山 一起有參加暑期政理學校 然後回來以後 最享受的就是每天 跟弟兄背個經節唱個詩歌 然後跟孩子 晚上讀一張圣經 然後早上也有祷告 陪他們祷告 為他們的情形祷告 為他們的福音負擔祷告 反正 對 感謝主 然後我們 我們招會有一個Mary姊妹 她家這個錄音呢 就是她一家 她是祖孫三代 她的兒子和女兒 還有女婿 女兒的 對女婿 媳婦 還有外孫 他們都一起 文字幕作 詞音樂 你不定,你不定 对,然后儿童服侍, Edison服侍, Edison服侍主要是 Sister Amanda来负责。 So Sister Amanda serve for Edison Children's Service. Sister Amanda, are you here? Are you on the line right now? 对, 没这一会儿她能上线。 杨翔,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 没有了,感谢主。 感谢主,真的是愿主父亲的家, 让我们父母一起来享受主, 然后也能够把孩子带进神人。 Hope the parents will enjoy the Lord Jesus and bring the kids to the Lord Jesus. 对,把我们的孩子都做成转移时代的人, 把主早日带回来,感谢主。 对不起,弟兄怎么样, 那个,可能有一点翻译上的串音, 希望弟兄你们不要受罚的。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现在没问题了。 OK,好,好,那太好了。 你们接下来请那个 为文辉弟兄为我们的分享。 为文辉弟兄在吗? 文辉弟兄是不是在开车呀,刚才。 哦,那文华弟兄在吗? 文华不在。 哦,哎,我在,我在,我在。 对,我在。 对,因为我是没有负责 啊,yong people的这个 啊,服事,所以我就本来是 文辉弟兄来讲。 那啊,这样就是说,我作为家长吧, 我就说对于这个,我们的yong people 其实我是觉得 对我是觉得这个Young People 这个聚会对我们的家长来讲 其实都很有帮助 不管是就是我们送孩子去 还是跟孩子一起来聚会 还包括后面的服饰 因为其实我们家的话 我们的姊妹是比较能带孩子 但是我从来就是不太带孩子的那种 但是我是在背后来支持 感谢主 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们这个Young People 包括我们两个孩子 那差不多这十年时间 都基本上都是每一周 都在那个Young People这个聚会里面 包括我们的大儿子 那他是我们13年到了Piscard 那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聚会 那到现在我们那个小的 还就是聚会 所以呢就是两个孩子加起来 在一起就是快十年了 对我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变迁了 我们从Piscard Way扩出来 那这个送孩子 在去Piscard Way到这边 成立自己的这个服饰 这个这个服饰的弟兄姊妹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没看到就是说 其实就是有一个坚定持续 我就感谢主 就是说不管外面情形如何 都是我们就是我们 其实就是仰望主了 仰望主给我们有一个坚定持续的一个信心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人很少 那是是非常好像 师茂 但是呢 我是说这个这个我们的信心啊 不能放在这个我们眼见的 我们就是要放在我们这个神的面前 所以感谢主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这边 这个这个这个从从从一开始的 呃 零星的几个 那后来现在是先有八个嘛 至少有八个 周围的区 啊 有八个 那我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我们可能还是就需要有多相调 我刚才听到那个Piscard Way的弟兄姊妹 他们说他们人数也不多 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也可以进行相调 这个调呢不仅仅是说把我们孩子调在一起 把我们服侍者呀 把我们家长都调在一起 所以感谢主就是说我们 是能够调在一个一个身体里面 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在一个招会里面调 在招会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都能够相调 Amen 那边 那个云翰弟兄兄给我们一些话 文辉弟兄 哦 文辉弟兄 哦 不好意思 呃 刚才呢 刚才在开车 对 感谢主 那个我就快快的交通几句 那Bassin Ridge呢 刚刚弟兄姊妹也交通了 那我们是我们是是纯粹一个社区的一个一个区 那所以说呢这个从儿童跟青少年的服饰 实际上实在是实在在不仅是不仅是关于儿童跟青少年 更是关于这个在这个区的往前的发展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感谢主 那刚才听到弟兄姊妹的交通 那我们也觉得很亏欠主 因为虽然我们这两年了都因为疫情啊 我们虽然也有坚持在青少年的聚会 儿童的聚集 也有主要很多祝福 但是呢 我想我们还 我们可以就是说 我想主可能对给我们祝福还可以更大一些 那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求主就是带领我们下面这个活力的操练啊 特别在儿童跟青少年上 那我们也有 也有家进来啊 你家最近啊 有更多的家进到我们的服饰的里面 那求主给我们有这样 不仅有这样看见啊 更有这样的劳股跟实行 感谢赞美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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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担的服饰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 如果教会的负责弟兄说 好 某某弟兄某某姊妹 你来做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做 没有问题 但是这感觉啊 不大一样 我刚刚听到那么多的弟兄姊妹 哇 这是从负担里面出来的 这个就 哎呀 做起来又有劲 又有成果 然后主也祝福 所以我觉得啊 我们需要这个更多的 是从负担里出来的服饰 我想刚刚说 我们听到很多的交通 不管是这个 青少年是儿童 有许多的赵会 我想这些 非常的喜乐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 有负担 好好在这边服饰 那第二点呢 我就想交通 就是关于 我们需要 有相调 互相的扶持 这个相调啊 大到 SSOT 这是一个相调 是不是呢 我们把人啊 带到KBCC 哇 你听到 他们这个 青少年一唱诗歌 哇 不得了啊 这个你 你都 你也坐不住了 你也起来了 哎 这个青少年啊 就把他们啊 调在一起 团在一起 你知道啊 青少年 他是需要同伴的 青少年 是需要群的 所以呢 我们抓住 这样的机会 那么 可是啊 SSOT 一年一次 可能还有 这个 Spring Conference 一次 不多嘛 所以呢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有跨区 跨造会的相调 那这个相调 哎呀 是很好的 我记得 以往我们有时候 全纽洛西 我们一起来 溜冰 相调 哇 大家都来 溜冰 对不对 我们还去过好几次了 有在这个 Edison 做过 也到在这个 Hamilton 做过 有很多地方 在北边 都有 多有这个机会 相调 那我们就看见啊 借着这个相调 真是啊 把这个 丰富 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弟兄姊妹 有没有看见 这个 好像说 你来扶持 但是我来扶持 我得着供应了 那么 我把我所得着的供应 再带回去 我们就进到 这一个 良性的循环里 所以弟兄姊妹 抓住机会相调 好不好 那第三呢 就是 就是 我刚刚讲了 抓住机会 与主配合 什么意思呢 你看见啊 一个需要在这里 你看见 主有些的做事 你就不要等 你要抓住机会 第四期的 活力操练开始了 抓住机会 是不是这样子 弟兄姊妹 我们啊 希望能够 借这个机会 我们能够蒙恩 我觉得一次一次 一开始我看 我们这个活力操练了 人不是很多 一开始 参加的造会 也不是很多 慢慢慢慢 躲起来了 像我们上一期 第三期 皮斯盖拉维造会 只有 是我们的先锋 先锋 前去了 非常蒙恩 我们现在啊 这一次 这个全造会 一起掐入 我们尽量鼓励 所以拍完弟兄姊妹 那特别啊 这次有 这次这个活力操练 有一点点特别 他特别加了一个 这个 YP跟青少年的家长 就YP跟这个 儿童的家长 刚刚有一个姊妹交通了 他说 这个 这个 青年人 YP儿童的眼睛 是雪亮的 他们看 到底你今天 跟他讲的是什么 到底 你跟他讲的 价值观 你有没有守住 你跟他 那么 那么 我们如何能够 和他们一同的 奔跑前面的赛程呢 弟兄姊妹 我们抓住机会 报名 参加这一次的训练 好不好 这个操练 这个 不一定是 我想这个设计 可能不一定是 你跟你 你的孩子一起 不一定 我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有操练 你相信我 你的孩子会看出来的 你有操练 你自己 也会觉得喜乐 那我相信 鼠也喜乐 好不好 弟兄姊妹 为着我们自己 属灵的缘故 为着我们 属灵的幸福 为着 我们孩子们 属灵的幸福 我们愿意 弟兄姊妹 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一同的来参加 这一次活力 生活操练 好不好 感谢主 我不晓得 弟兄姊妹 弟兄们 有没有定了目标 海滨 这个 这个成为 目标 有没有定下来 我不晓得 照你原来的目标 成 大步 因为 我们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操练 是帮助我们 而且也不长 弟兄姊妹 只有八周 是不是 八周 所以 时间很快 就抓住这个机会 而且 这个训练的 怎么讲 这个 露的 这个 也没有 课程也没有 那么繁忙 我 我参加过 国内有些 训练 那个 每天要花一个钟头 对不起 陈伟弟兄 我们这次 平均是多久 多少时间 一天 我们这次 平均大概 可以到 15分钟 到20分钟 15分钟 到20分钟 就是 我们都可以 把这个时间 拿出来 都可以把这个时间 拿出来 然后一同的 进入超联 好不好 我想我们 大家彼此勉励 不单单是 今天在座 现在在这里 线上有 114条线 盼望 我们能够 把这个感觉 带到各地 照会去 各个照会 各个区里的小牌 无力的兄姊妹 能够参加这样的训练 好 我就交通 那么多 谢谢 弟兄们 能简单交通一下 这个活力操练 是怎样的吗 需要 每天 这个15 20分钟 是做什么吗 那个 成为弟兄 可以 可以 对 对 对 那 正好 也有好几个弟兄姊妹 问这个问题 非常的好 那么事实际上 已过 福利弟兄 医院弟兄 还有蔡弟兄 我们都在 很多交通 也是带领中招会 一同来操练 现在是第四期 已过三期 就是重在生活 刚才我们医院弟兄 总结得非常好 就是你带孩子 带儿童 青少年 当然 这个一周一次的 有个聚会 是在会社 有聚会 是比没有强很多 但是光靠这个 还不够 所以活力生活 重点就是 每天 而且是一个 关系工程 垂直的 我们和主的关系 要被加强 水平的 我们跟同伴的关系 那么这次的话 就是弟兄们 也是根据 在刚才 弟兄姊妹所分享的 蒙恩 当然待会儿 我们还要听一下 南区圣徒们的 蒙恩见证 弟兄们就很有感觉 说既然是 主对我们 有这样的带领 这个活力生活的 操练的水流 是汹涌澎湃的 是一直往前的 我们要跟上时代 所以这次呢 就特别 应运而生 就加了两个跑道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为了青少年的 父母 服侍者 和所有 对青少年 有负担的 那么 跑道B呢 就是 儿童 父母 服侍者 和对儿童 有负担的 那么 今天呢 海边地雄报告了 我们就报名开始了 那么9月7号 报名截止 那报名的话呢 就是以赵慧 明镜弟兄也提过嘛 就是以赵慧来报名了 可能就是 是不是就报名给明镜了 那么各地赵慧呢 都可以 报名给当地啊 都有这个 丁尼人弟兄了 那当然如果 弟兄们想用 刚才所在 发出来 chat里面 有一个 Franklin赵慧所用的 弟兄们也都可以 那么他主要的 考虑就是 凡是参加过的 弟兄们就知道啊 他就是 是一种的生活操练 就是啊 见缝插针呢 就把每天呢 我们 中国古人呢 讲说读书啊 是要 三上 马上 骑马的时候 路上 走路的时候 还有侧上 上厕所的时候 今天我相信呢 很多 这个很多人呢 这个是 看手机啊 一滑就滑个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其实我们就是啊 用这个每天呢 把零碎时间 好好地说光音呢 听说读写练唱 一共是六条线 听我们有这个 听MP3 李弟兄 还有一些 前面弟兄们的一些信息啊 那么说当然就是 彼此供应嘛 读就是读一些 属灵的一些 这个精华了 写就是写一些 福音材料 那么主要是练 练就是操练的 福音小组啦 祷告小组啦 那么这次加了 这两个赛道 主要就盼望说呢 父母啊 当然可以跟自己的 青少年和儿童啊 编个组 就是他的单位 最基本单位 就是一个活力小组 两到三位的 那么父母亲 我们就建议啊 这个父母亲呢 和自己的孩子 那么我也知道 孩子啊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话呢 有时候他会有个 逆反心理 这个自己的父母亲 就带不来 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 服侍啊 有一个去的服侍者 就把一个初三的 小弟兄给我讲 他也给我介绍 他父母亲呢 实在是带 自己的孩子 带不起来 因为正好是在 这个青少年 这个反叛时候 那时候我就 余力兄跟我们交通说 一个最好的校园服侍者 当然这个校园 不止大专了 包括儿童青少年了 是你不需要 跑到校园 你在校外 就可以做正元服侍 当时呢 我就照着余力兄交通啊 我就啊 请这个初三的小弟兄 到外面喝 喝冰茶 喝凉茶 跟他慢慢建立起 这个朋友的关系 然后呢 就跟他呀 读这个 家中训练 第一系列 他就还操练得很好 有时候这个大人呢 就是你只要稍微关心一下 用耳朵来服侍 我们的青少年呢 他马上就对你有一个信任的 他就很操练呢 操练过了几周 我就跟他说 你能不能带啊 你的同学 或者是啊 比你小的 同龄的 我们一起来 喝凉茶吧 结果过了几周啊 他果然是把一个 初一的一个小弟兄 也带来了 所以他就说 那我就说 你来带啊 你不要指望着 我来带这个初一小弟兄 你是大哥哥 你就可以带了 所以就是说呢 我们呢 这个从现在 到9月7号啊 各个赵慧呢 弟兄们呢 还有这个 特别是父母了 刚才我们 约翰弟兄也讲啊 我们服侍主啊 不要等别人安排 不要等赵慧 父子弟兄来安排 我们自己做父母 我们服侍自己的儿女啊 是理所当然的 那我们就是啊 这个 请孩子们呢 关心他们一下 用耳朵来倾听 不要啊 摆出一副架势 来教训人 这个在西方的孩子 是不吃带套的 一定要学会跟他们 这个做朋友啊 我跟我的女儿也是一样啊 要学会放下身段 跟她做朋友 而且呢 不要去批评 不要去论断 多用这个 多用笑脸呢 多用这个 爱里的 爱的眼神呢 去看他 就像主耶稣啊 看那个少年观一样啊 看着他就爱他 跟他建立关系了 或者是 别的这个家里的小孩子啊 你都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啊 当然了 稍微大一点的青少年 他也可以跟同伴 两两三三啊 也可以跟比他小的 让他去带 其实啊 他们这些青少年 带他们自己的新人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千万不要啊 小看他们这份的功用 那么刚才海滨弟兄 跟刘培子们讲得非常好 那么这个材料呢 不只是有 为着青少年 度身定做的 也有为着儿童 度身定做的 英文材料 有诗歌了 适合他们年纪的 另外呢 刚才海滨说啊 这个父母也不能 这个在一边呢 闲起来啊 所以我们会专门呢 预备了给青少年父母 和儿童父母 准备准备一些材料 这个材料呢 请就不担心 大家都很忙 刚才 英文材料也讲了 国内弟兄姊妹啊 996啊 人家照样每天 拿出一个小时啊 我们其实每天 就是15分钟就好了 20分钟 就是每天呢 把你这个 平时浪费的时间 这个散步啦 把你平时运动啊 那时间就可以听嘛 就是把这个时间呢 就好好的拿起来啊 我们能够好好的来 带领我们的青少年和孩子啊 一同来进入 当然了 这个对青少年会的 弟兄姊妹都是开放的 所以 即便你没有青少年和儿童 也都可以加强 我们一共有三个跑道啊 所以我盼望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这个负担呢 就是比较 清楚一点 那么这个报名单 刚才我们已经放在群里面 请各地招会弟兄们呢 你们来定哈 报名最好是来 以招会为单位 那么从现在到9月11号呢 就是啊 编组成军 两个三个 每一个祷告小组呢 两到四位 那么每个 找一个点名人啊 比较年轻一点的 当然了 这个父母如果跟孩子啊 那么就让孩子来做点名人吧 那么儿童的话呢 就可以两三个家 可以做一个群做个组 就是啊 你比如说 因为儿童 我们是盼望他们能操练性格啊 那个小孩子 他能够把自己的衣服啊 这个蝶放整齐 父母就拍个照嘛 就放在群里面呢 让这个孩子们彼此来监督 家长们也可以彼此来做榜样了 所以我想我就先分享这么点 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楚一点啊 盼望 那 感谢主 那个 好像有 群里面有个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陆的弟兄姊妹 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话 可以吗 这个请找各地服侍的弟兄们去交通 好不好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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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那 那所以我们需要move on 那个 接下来是 Fraglin造会的弟兄姊妹 给我们做一个团体的分享 Fraglin Fraglin 郭冰姊妹,我在,这个是刚刚的弟兄姊妹都交通得很好,自裁弟兄,他今天是有需要事情,没有人参加,不过我会前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因为他说是因为我们的Franklin的那个presentation slide已经上一次,郭冰姊妹已经present了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这次Franklin的这个report就不做了,如果有个别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有见证的话,可以自由地分享见证,因为现在事件关系已经快9点20了,这是Franklin的status,明白吗? 我们就move on to Montgomery 好的,好的,能看到我的这个slides吗?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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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感谢主啊,给我这样子的机会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交通一下那个Young People的服饰在Montgomery的一些情形。 我先看一下,就是我先首先就是简单单介绍一下就是Church Montgomery的这个Young People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我们在我们名单上呢,一共有26位年轻人就是Young People,那我们有12位男生,有14位女生。 那按照这个年级来分的话,我们有14位就是Middle Schooler,就是中学生,有12位是高中生。 呃,刚才海滨地区人讲过啊,就是说呃,有孩子受尽啊,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了。 那对,那在我们Montgomery的话,这两年我们真的是喜乐满盈。 呃,从去年到今年呢,我们一共有15位的年轻人受尽,他们都是六年级或者是七年级受尽的。 所以呃,去年的话呢,有10位,今年的话呢,呃,到现在为止是5位。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我们就是呃,六年级在这个服侍者哈,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来带我们这些年轻人。 呃,就是因着有这么多的呃,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呃,新的这个呃, 这个呃,Young People的这个group里面来。 呃,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有相应的就是我们的负担也得到要加强。 我们要加强对这个Young People的服侍呃,呃,所以,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从去年开始我就有这个负担来把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呃,呃,就是呃,就是呃, серд obrig구요。 也常喝手谢谢細wich呃,有很多很多的呃,呃身体的呃,尸呃身体的呃呃, 那我们就是与青少年服侍有关的。 我们的,呃有三个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叫,呃交动会聚会。 呃,星期四晚上,我们就是就是就是쳤ault B德里就是呃, 呃,就是呃,服侍者就啊,呃来在一起。 呃,就是呃,呃,呃, Marieflix,呃 Matter,呃就是啊, ye冇宝 Santo,呃和 clutter,啊由于是让我们damageız。 然后主要的呢就是交通一下 就是周日那个儿童 以前少年的那个课程 我们就是要大家一起读一读 交通一下分享一下 还有就是周六的 我们这个Young People聚会的这个安排 还有就是为他们祷告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闷福啊 因为我们就是服侍者来在一起 接电此序的美洲的来在一起 这样子的交通祷告 那我们的Young People的服侍啊 就很有根基 然后就是星期六 我们有这个Young People在家里的聚会 目前的话就是在固定在家里面 我们一般有八到十位的这个年轻人 的时候会带着他们的这个弟弟妹妹啊 一起来 所以就是也有这个饭食的这个搭配服饰 别的弟兄姊妹啊 就是做饭啊 就是就很很很丰盛 这个聚会呢 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习惯 因为刚刚设计的孩子比较多嘛 到现在慢慢的真的就是稳定下来了 就是在这个慢慢摸索的过程中间 也知道孩子喜欢什么 也知道孩子们的脾气个性是什么 彼此相调在一起 就更加就是smooth一点 所以现在就是从原来的我来主要召集的 现在他们会主动的来维持秩序啦 就自己尝试跟人分享啦都非常的好 嗯 那就周日的话我们就是Lost State Meeting的 然后我们一般也有就是六到十位的年轻人 那现在到今年开始的话就是弟兄们就让这些Young People 我们有单独的英文聚会就是Young People 就在英文聚会里面就让他们来服饰饼碑 让他们有负担让这个聚会不是他们只是旁观者 而是参与者他们每个都非常的积极 就是去传递饼碑啊觉得这是很荣耀的一个服饰 呃就是呃还有就是除了这些个这三个主要的服饰 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户外的相调啊 还有就是一起去奥天兰一起去旅游 然后上面看来就是我们在公园里面让Beeple一起的聚会 呃下面的这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一起去呃DC的时候参加那个 Museum of Bible去看你弟兄的那个展览 我们好几家一起去的呃还有别的一些个呃活动 就是我们等一下还会给大家share一下 我们一个young people的又进呃大学的一个sand off 非常的喜乐 还有一点就是呃呃我们今年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Summer那个Bible Reading Challenge 因为我在有一个负担啊就是呃平常孩子们很忙 没有很多时间来读读圣经 那何不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他们时间多一些 让他们形成group这样的话既有同伴 啊又一起来追求圣经那当时为了鼓励他们 我们就说我们每周就是有一个price 那他们来呃决定要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price 然后我们就说到做到他们呃读了每周呃 每天都读至少读六天然后每天至少读一张读完之后给我们看那个他们的那个reading log 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一些得着的那个点啊啊给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发price 嗯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三个group每个group都还蛮接近持续的除了他们在呃出去旅游啊不在家的日子啊呃所以我就觉得呃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年轻人啊哈我们讲过很多话但是若干年以后或者是是下一个礼拜以后我们讲的什么东西可能他们都不记得了但是神的话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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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就是想着用各样的智慧把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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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就是昨天我们有两个senior 要去进college 然后我们在我们家有一个barbecue send off 就是真的非常喜乐 正好就是他们参加这个SSOT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刚刚回来嘛 真的是淋漓火热 然后他们唱诗歌的时候非常喜乐 我想给大家放个20秒钟的这个 唱诗歌如果能放出来的话 好像我们没声音 哦我可能没有share声音是不是 对 share computer sound OK那我看我等一下子 那个可不可以share一下那个computer sound 是可以吗 是可以吗 就是真的很感谢主啊 就是刚才很多弟兄前面都分享过 就很多门恩的点 我就是觉得就是幸福的家庭家家像是一样 就是我们门恩的点呢 也很多跟弟兄姊妹的一样 就是第一就是祷告 就是像上一次我们就是从那个teachers training 就是 teachers training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负担 就把年轻人的名单都列出来 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 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够参加这次的SSOT 那我们经常参加聚会的这些年轻人 我们一共有九位就参加了几年的SSOT 还有一个点就是就是身体的配搭和服饰 就是因为孩子们很多 没有家长们呢 还有别的服饰的弟兄姊妹的服饰的话 这个就很难接定持续下去 所以就是身体的配搭和服饰就非常的重要 还有就是就像刚才那个愿爱弟兄说的 得有负担 就是你有负担之后 你真的就觉得 即使是每周服饰 你也不觉得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觉得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能够加入我们的服饰 拿起这个负担 一起把我们的年轻人都带到主里面 然后让他们都能够成为得胜者 那最后就请这个 请弟兄们给我们一些加强的话语 那个先请那个江宁弟兄 国华弟兄和金梁弟兄 给我们一些话语加强 这个听了这么多弟兄姊妹 从北区南区中区弟兄姊妹的建政 建政到人的鼓励 建政叫人心动 那我们心动要转成行动 那我想弟兄姊妹 在吹号 那我想我们要来的这个活力操练 确实是为了这样的 羊皮博青少年的这个训练 服饰能够更多的加强 那么要来的这个训练 9月份的训练 对羊皮博青少年的服饰 只要产生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产生更多的服饰者 青少年的服饰者 然后接受家长能够参与 第二个呢 能够带进更多的青少年 到赵会里来 没有的就要带到赵会里来 已有的就要加强 或者坚固在赵会里 第三个呢 能够加强身体的配搭 在服饰弟兄姊妹 能够身体的配搭 能鼓励青少年 能够支持 能够服饰青少年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check AB非常好 这是两个新加的 那么还有一个新的 我们已故的 这个参加过活力操练 172737的 那么原有的活力操练 传福音啊 读经啊 祷告啊 那个导读听说练唱 还继续有 其实我们希望 借着这样的机会呢 能够有更多的 弟兄姊妹那个报名参加 能有份于这样的 专项的服饰 感谢主 那我就停在这里 有事件关系 广华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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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在线上 下面叫我清凉 清凉历生呢 好 广华感谢主 这个众赵贵的弟兄姊妹 特别致命的见证啊 真是让人心动啊 感动 感谢主啊 这是一个我也参加了 一期二期三期 这样的一个活力生活操练 我觉得说 像陈伟弟兄讲的 就是我们不在意多 能够就是坚定持续 每天啊 能够把一定的零碎的时间 能够拿起来 不让我们时间慌度 输回光阴啊 在第三期这个训练之后呢 弟兄姊妹也有这个感觉了 说真的要由于这个 特别由于这个服饰 这一方面的这个 这个真导向 所以呢 弟兄们就觉得说 应该把这个 我们的家会的下一代 能够也带入到 这个活力生活操练中 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长的 或者社区的 能够我们下一代 也能够做活力人 有这样的操练 对呀 我觉得说 你看 我觉得这个 这些各处招会啊 他们开始 子妹们啊 弟兄们 家打开 把这些青少年儿童 聚在一起 我觉得说 这些 我记得那时候 有小孩小的时候 我们那个小牌里啊 就是小孩子都在一起 同龄的 借着这个小孩子 他们在一起的 他们在一起聚会 他们在一起玩 我们大人也在一起玩 大家在一起啊 一同这个追求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啊 这小牌就是很活啊 那个有小孩子都在一起的 那个小孩子 他们在一起的 这样生态 他们的这些 把他们的家长 甚至还没有 受尽的 或者说刚刚 蒙恩的 也带着到这个小孩 这个教育生活里 所以小孩子 真是个 一个扭带 所以我觉得说 应该是 我们愿意啊 在这个小孩子 儿童 青少年上 我们都有这个负担啊 我们都打这个负担 甚至如果你没有 家里小孩子 已经 这个空巢了 如果你对 哪一位圣徒的 这个这个儿童 和青少年有关系啊 你也可以 我们都一指而叫 没通 那个 为了教育的下一代 我们有这样的负担 不仅我们得成全 能够把教育的下一代 能够带到这个 活力生活操练中 给他们好的这样操练 在教育生活中 被成全 做教会将来的 是一个住址 感谢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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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那最后请 那个 请我们 丁丽达弟兄 和福宁弟兄 给我们一些总结 和呼召的话 Amen 感谢主 那我先交通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讲到 今天那么多弟兄姊妹 做 关于服侍青少年 还有儿童的见证 那我就觉得说 今天这个儿童青少年 在下一代 我们的服侍是多面的 我们的确有聚会 有周六的聚会青少年 有主日的聚集 有服侍者 有家长 那另外呢 儿童就是有主日的聚会 那我觉得我们的聚会呢 在这个聚会中 为着聚会是需要的 也是必要的 但是其实我慢慢走过来 就看见 接着李丁丽达这条新路 慢慢我们就看见 在全球的教会 就是你就会看见说 有一个需要 就是在家里面 就是和父母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夫妻彼此的关系 这个呢 很影响到青少年跟儿童 那我们今天 有聚会的需要 是必须有 但是大家必须也 借着这一次 我们的整个方向在儿童 跟青少年的上面 我们也必须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自己做一个见证 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第一期 活力生活操练 在新泽西举行 我们有一个小组 跟一个弟兄 我们三个弟兄一组 那我们就一起读经 然后每次玩的时候 就为着这个福音朋友带到 那这个弟兄 有个弟兄说 他没有福音朋友 但他有两个女儿 那另外还有一些青少年 那所以我们那个小组 就是为八位青少年祷告 大家注意听 其实我们是弟兄 我们也没有怎么做 但是到了 你晓得就说 这八位青少年 到今年六月份开始 有一年半 已经有四位受尽 其中包含他的两个孩子 包含我的子女 也包含一个 为国内的这个孩子祷告 这四个女孩子都受尽了 那当然今天我们有祷告 每次祷告 每天祷告 因为我们 我跟这个弟兄 也把这个新旧约 这个恢复本读了一遍 读完经的时候 我们就为这八个青少年代祷 但是弟兄姐妹 你看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为国内一个孩子祷告 这个国内这个孩子 去年十月份来了 他受尽了 然后他的父母也来了 今天到今年六月份为止 他全家都在美国 现在 那今天也在我们这个线上 我就觉得说 弟兄姐妹 这个活力生活操练 借着我们追求 然后我们祷告 学习侍奉 我们先在祷告上 复习这个操练 你看 刚才的姊妹就说到 这是祷告是非常有效 今天这个 我们这对夫妻 今天在这里 我们希望这对夫妻 能参加这一期的 第四期的训练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有个弟兄 在今年有一些事情 我们借着弟兄们的配搭 操练 扶持这个弟兄 然后我们开始读了12课 我们每次读书的时候 我们就为着他 家的孩子 先经过数数了 那我觉得 说这个 我们在追求 我们一起去送他到 那个 我的宝贝就说 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家长 还有我们一些需要专注的 就是必须看见 要小 小才能顾到每一个人 还有一个弟兄 我们也现在活力生活操练 我基本上 我们也是一组了 大家配搭 我也是固定到他家去 去到他家的时候 我们读一些12课 那他一个儿子呢 小学三年级 就问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说在读Bible 他就很有兴趣 那为这缘故呢 我有一段时间 每个礼拜三送他去学数学 我就在车上 陪他 叫他读一段 那个12课的英文的 他读得非常激动 你知道 到了最近的一段时间 他这个福音朋友 还没受尽 他这个孩子 还有他的妹妹 还有他的妈妈 最近几次呢 就跟我们在一起 昨天我们在 为了青少年级 因为他也来 他才小学 生四年级 那非常的激动 跟在青少年级 唱诗歌 也是借着这个活力 生活操练 你能顾到每一个人 能够天天在这边 实行和操练 我的点在这里 弟兄姊妹 我们有聚会 是需要的 有服侍者 但是我们有做家长的 我们需要看见 今天主带我们走的路 真的就是在这里 能小 能顾到每一个人 能够天天 时常操练 把我们的第二代 能带到主的面前去 所以这条路 是可实行的 我也盼望说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求主叫我们 有一颗正确的心 我们已过有什么 我们真的愿意 放在一边 有一颗正确的心 成为一个正确的人 在这个正确的时间 我觉得主带领我们 已经将近三起 这第四起 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机会 也是在正确的地方 我们这些 就是新泽西的重造会 我们同心合意 走这条正确的道路 就是说神所命定我们 没有选择必须走的路 然后带进一个正确的结果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边盼望在做的 我们都有这个负担 我们自己能加入 这一次能进入 也带着我们周遭的 同伴一起进入 这样实际生活的操练 求主得走我们 感谢主 Amen Amen 我们这个活力生活操练 已经进入第四起 今天时间很晚 但是感谢主 这次主就带领我们 看见这个活力生活操练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的下一代身上 我们这个服饰 这样的操练 还是不够彻底 那这一次实在看见 借着弟兄姊妹 在这样从第三季开始 我们有加入 加入这个英语的这个材料 和操练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 现在 你看各地的情形 青少年儿童的服饰 如果仅仅是服饰者 但仅仅在会所 这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好大一块空间 就是在他们平常的生活 而今天晚上 从纽约西北边到南边 各地的招会 就服饰你就看见 凡是活的 有活力的 有在这里 有看见 有负担的 都是做到圣徒他们的家里面 青少年的家里面 家长的参与 一定需要家长的参与 一定需要在这些有心愿的家长 关心了他们儿女 下一代属灵的权益 调他们 提供这个场地 提供这个这些环境 无论是在家里 无论是在户外 当然我们在会所是有 但是主体是需要家长的参与 主体是需要家打开 为着青少年 为着儿童 那我们在 这种招会中间 有一个最猛的点 我们有相调的机会 多有在附近的 这些青少年的 要有相调 那这一个是父母的 是需要父母的配合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 有这个KPCC 有这个披鲁伊勒 这个地方能够有 常常有机会上市安相调 常常能够每一年都有 这SSOT 但是这个要往前这个操练 家长和儿女建立这个属灵生机的关系 而且呢要提供这些环境 让儿童让青少年 他们有机会在生活中有相调 那这个是我们盼望 我们在这个无论在这个 在要来的九月开始 八周的时间的操练 能够主在我们身上 能够有活力生活操练 有这个突破 真是能够让主得着下一代的 我们的下一代的儿童和青少年 听了弟兄们这样的呼召 我们心里面碰碰跳 我们继续报名 一起操练 感谢主 我们今天晚上时间也过了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享受 尤其我们有点超时 但是我觉得弟兄们 弟兄姊妹们这样的见证 真的是很受鼓励 也非常享受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真干 对不对 那个进入到第四期的这个活力生活操练 带着我们的下一代一起操练 你们 对 弟兄们还有什么需要报告的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今天晚上就聚会就停在这里 谢谢弟兄姊妹们 谢谢主 谢谢主 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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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拜拜 谢谢